那么我们看 既然之策的这些思想 它基本上都是研究商业经营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比如说越国要想反败为胜 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扩军备战都需要增加人口 而人口的生产周期比较长 所以油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越国就在既然之策的指导之下 那么采取了鼓励人口生产的人口繁殖的这样一个政策 规定男子20岁不结婚 女子17岁不出嫁 父母是要有罪的 同时还禁止年龄比较悬殊的人来结婚 比如说60岁的人和20岁的结婚 那是绝对不准的 如果谁家生了孩子 国家是要给予奖励 比如说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 那么国家就要奖励一壶酒一只狗 如果生个女孩就要奖励一壶酒一头猪 如果生个双胞胎 国家另外还要再奖励粮食 如果生三胞胎 国家还提供奶妈 意思是国家来帮助这户人家来抚养孩子 在既然之策的这样一个指导之下 越国人口增加的很快 这就是所谓的十年生据 在十年生据这样一个强国方针的指导下 日渐强大的越国最终打败了吴国 成就了春秋霸业 而在既然之策的指导之下 器官从上的范黎 也在商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而就在范黎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呈现的机遇 可面对这个机遇 范黎却毅然决然地放弃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范黎改名叫吃衣子皮以后 那么不仅比较快的就发家致富了 而且她的生意做得很大 在七国的上层贵族当中 现在都产生了影响 引起了七国贵族的注意 七国贵族有人就议论说 您看吃衣子皮这个人 他经商做买卖这么成功 说不准他也有治理国家的办法 不如我们就把他推举为七国的相国 七国的贵族一合计都觉得有道理 于是就准备推举范黎为七国的相国 同时又担心他不干 就提前派人把七国相国的大印 都送到了范黎家里边 范黎看到桌上摆着的这一方 七国相国的大印 就叹了一口气 就讲经营自己家的产业 能够积累数十万的家产 做官如果再能做到相国 那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人生的顶顶 可是一个人长期享有尊贵的名声 那并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范黎就委婉的谢绝了 七国贵族的推举 把七国的相国的大印归还了回去 然后把自己的家产 分成了若干粪 分别赠送给了一些贫情的亲戚朋友 还有淋里相亲 自己就带着一小部分家产 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 悄悄地离开了齐国 来到了一个叫做陶的地方 陶这个地方位于现在山东省的定陶县境内 那在春秋的时代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都会 范黎认为陶这个地方位于当时天下的真心 交通四层八达 货物难来北往 商古云集 那是一个经商做买卖的离祥宝地 于是范黎就带领家人在陶这个地方定居下来 这个时候范黎又一次改名换姓 他不再叫吃一子皮了 而自称诸公 古代的时候 在称呼一个人的时候 都好把他居住的地方的地名 放到他的姓名的前边 范黎自称诸公 又居住在陶这个地方 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陶诸公 范黎这个时候不仅名字是新的 而且他的事业也是从头开始 他带领自己的妻子 儿子在陶这个地方 种地生产粮食 同时还饲养牲畜 那么开展商业贸易 这个时候的范黎 当然跟刚刚改名叫吃一子皮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范黎 是一个刚刚辞官下海经商的一个书生 没有什么商业经验 可是这个时候的范黎 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商业经验 并且有过非常成功的经历了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范黎是否已经不需要再接受 既然之策的指导了呢 不是的 范黎在这个时候的商业经营的活动 是依然在实践着既然之策的理论 比如说范黎非常正式 按照待罚的原则来开展贸易 他特别正式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 史记里边记载说 范黎废居侯实转物 诸十一之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范黎观察市场的形势 那么当发现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 相对来讲比较低廉的时候 就把一些比较便宜的商品买进来 储存起来 然后等着市场上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再卖出去 但是为了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 范黎是坚持博利多销 从来不追求高额利润 不贪心 这就叫做诸十一之力 也就是只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 再比如说 范黎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正视人才 还特别的正视时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 史记里边记载了两句话 叫做能责人而认识 与识足而不责于人 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范黎 在于用人以及在把握市场时机这方面的特点 那么在用人这方面 范黎的做法叫做责人而不责于人 什么叫责人呢 责人就是非常的正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经商还是办企业 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重要 甚至是第一位的问题 范黎也等着这个道理 那么他的做法 与众不同的一点 叫做责人而不责于人 那什么是不责于人呢 所谓不责于人 就是对于手下为自己办事的人 不求全责备 不过分的苛求 那么而是对他们非常的宽厚 那么如果说不责于人 也就是说对于人不斤斤计较 非常的宽厚 这是范黎在用人方面的特点的话 那么范黎呀 在对待时机的问题上 却是极端的认真 丝毫也不马虎的 范黎早在越国的时候 就高度正视时机的问题 他曾经一再对越王勾剑讲 说抓住时机就应该像救火一样 也应该想抓捕逃亡的罪犯 必须一下子跳起来扑上去 否则稍有迟疑 那就来不及了 那为什么范黎与是足而不责于人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程度 甚至比不上对于时机问题的重视程度呢 那是因为范黎等得 范是在人 成是在天 什么是天啊 天就是形式 就是时机 形式顺序万变 时机可能稍正即逝 一旦形式改变了 时机错过了 人的才能再突出 也有可能无力回天 那么由于啊 经营得法 范黎在桃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以后 也很快又发家之父了 实际上记载说呀 严父者皆称桃诸公 就是说呀 当时的人们议论起天下当时的富豪来 首先数到的就是他范黎 范黎呀 范黎呀 俨然成为当时天下的首富了 可是呀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这期间 范黎并没有一直的保有自己的成千上万的家产 而是好几次啊 从头开始重新创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范黎投资失败了 经营破产了 他的家产全都赔得精光了吗 不是的 史记里边记得说呀 范黎在桃这个地方 十九年之中三智千金 再分散于平交疏困地 就是说呀 范黎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边 几次积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 可是他呢 又几次的把这样一些家产 分散给贫穷的 这个朋友 亲戚 还有邻里相亲 真可谓是既会挣钱又会分钱 他的这种做法 在我国的工商业的历史上 那是比较少见的 芝麻谦对他的这个做法 那是高度评价 芝麻谦讲道 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 这一 就是范黎的这种做法呀 真可谓是既富有 同时呢 又非常乐善好施的 毫无疑问 范黎呀 是具有富而好得 乐善好施的高尚的品德 也有非常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呀 范黎的这个做法 也充分体现了 他对于自己的商业经营才干的高度自信 就如同李白的诗里边所讲的 天生我才必有应 千金散尽还复来 可是范黎这样一二再再而三的 从头开始 成名创业 把家产散尽 除了这样一些因素之外 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共加深层次的考虑呢 如果我们把范黎的一生啊 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就会发现 从头开始 重新创业 这并不是范黎 迁居到陶这个地方 人称陶诸宫之后才开始的 那无论是陪着岳王勾建 卧心长胆 十年生俱 十年教训 还是呢 迁居到齐国以后 给名叫吃衣子皮 那以后呢 把这个齐国的相印归还回去 然后呢 把家产 那么分散给亲戚朋友 范黎 仿佛是 每当通过一个自己的艰苦奋斗 达到一个人生顶峰的时候 他都会急流颖退 都会自己把自己达到齐点 然后 从头开始 重新创业 范黎呀 真像是一个爬山的人 当他空吃空吃的 从山脚下爬到山顶 还没有来得及歇歇脚 欣赏一下 会当灵绝顶 一览正山小的美妙的风光 就又坐上了滑梯 一下子从山顶 滑到了山脚下 那再一次的空吃空吃的往上爬 现在呀 有一首歌 叫做 活着就是折腾 我们看看范黎 他这一生当中的 大起大落 大开大合 那真可以称得上是大折腾了 那么范黎为什么这样 一二再再二三里 自己折腾自己呢 我想首要的原因 是因为 他对既然之策的商业哲理 还有道家的思想 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既然之策不是讲吗 物价波动的规律是 贵上级则反见 见下级则反贵 涨到了一个极限 就一定会转而下跌 下跌到极限 就一定会转而上涨 所以商业的经营 就应该 反向操作 跪出如粪土 见取如猪欲 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论 它当然反映了商人们 对于市场规律的 那种深刻的认识 但是这种认识 我们看和道家的思想 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联系 那道家思想主要讲什么呢 道德经里边有一句话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叫做 获惜福之所依 辅惜获之所福 就是说 灾祸 恰恰就是幸福的基础 幸福 灾祸就潜伏在它的里边 幸福 灾祸 好与坏都是相复相成的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还可能会向对立面转化 货有可能转化为福 福还可能有转化为货 市场的形势就是如此 比如说 当价格上涨的时候 下跌的危险性也在越来越大 而当价格不断下跌的时候 上涨的可能性也在越来越高 人生也是一样 当人达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 如果不再继续努力就有可能 不禁反对 就可能遭到时代和社会的抛弃 所以 道家思想就主张 提出了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处事原则 善爱比大费 多藏比厚亡 知足不辱 知足不呆 可以长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越爱惜财物 你的破费可能越多 你收藏的东西越多 你的损失可能也就越大 只有等得知足 才不至于招致侮辱 只有知道事可而止 才不会陷入危险 这是保持长久的办法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看 既然执策的商业哲理 和道家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一脉相承 范黎年轻的时候就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那么在帮助越王勾建 反败为胜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运用既然之策 所以范黎一生当中的很多的一大事上 都表现出了受到了这样一种既然之策的理论 和道家深刻影响 可以说呀 他的一生就集中体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直进直退 适可而止 靠着这种直进直退 适可而止 范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始终保持着不断进取的那种激情和活力 那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的人生的事业 推上了一个巅峰 就演出了一幕跌宕起伏 大起大落 大开大合 令人回肠荡气的传奇人生 在我国的历史上 范黎被誉为伤胜 后代的人啊 对他给予了高度的尊重 那么后人之所以如此的推崇范黎 并不因为他曾经是当年的首富 买卖做得大 事业做得成功 主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啊 不仅体现了 慧萃了 像富而好得 乐善好施 不求暴力 买卖公平 宽于待人 那么坚毅自信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商业美德 而且呢 因为他具备了知进知退 是可而止的这样的一种非凡的智慧 而这些都和既然之策的商业哲理 以及道家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啊 曾经有个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 那么现在呢 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培养继承人 那么范黎 这个曾经的首富 他究竟在培养自己继承人的问题上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烦恼呢 那如果有的话 具有非凡智慧的范黎 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器官从商的范黎 取得了富可敌国的商业奇迹 但是他的儿子却在一次意外事件中 被绳之以法 范黎在有办法营救儿子的 情况下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最终导致儿子被伤 那么身为父亲的范黎 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尽人情 商谷传奇之桃猪教子